官权提示 本视频仅为罗罗岛秘饼工坊轮换学组总结的轮换学统计性规律 无法保证百分百正确 仅是提供给各位博士预测干员大致进入轮换池时间的一个方法 轮换饼学无法完全摸透阴角内部对轮换池的规划情况 仅是给各位介绍我们总结的历史经验 友情提醒大家 我们不鼓励在轮换池进行豪赌 轮换池的概率较小 抽取需谨慎 如果你有想要的干员 储存足够的黄票和填满蓝绿修改期的弹药是为耳稳妥的办法 本视频主要针对标准寻访六星干员 而五星规律难以测算 关于五星的部分 我们能提出的判断不全面也不稳定 我们给出的绝大多数判断 也只能判断近期 今年内是否可以进入轮换池 并不能保证预测到具体的时间 还请诸位谅解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正式开始 各位博士们大家好 很高兴各位和小克一起再次来到我们的轮换学讲堂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如何判断干员进入轮换池的时间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一个非常重要的辅助工具 PRTS的网站 我们搜索PRTS 进入官网首页以后 点击卡池一览 我们可以通过进入常驻标准寻访页面 查询往期的轮换池情况 这个页面详细展示了历史轮换池的静电陪跑干员 与当期轮换池宣传图 而干员寻访概率提升记录这一功能 则方便了大家查询具体的某一位干员 上一次进电与上一次概率UP的时间 我们可以通过调整出率提升与商店兑换的聚精天数排序 来了解时序上干员的排队情况 需要注意的是 出率提升也就是指UP 不仅记入干员上一次进入轮换池UP的时间 也会把干员进入联合寻访 干员第一次落地 干员单或者双UP卡池的复刻也记入UP 实际上轮换学规律认为 干员在非轮换池的UP 也是会直接影响干员进入轮换池的时间 例如集次于8月26号复刻单UP池 这使得它在近期不会再进入轮换池了 所以我们在判断轮换池干员的时候 也需要将这些其他卡池的出现考虑在内进行排除 善于使用这一功能将会帮助大家判断干员进入轮换池的情况 接下来让我们对于大家关心的干员进行划分 我们需要单独阐述一下皮肤学的影响 不懂可以跳过到后面讲具体干员的部分 假设有一位干员出新皮肤或者皮肤复刻 并且它本身就满足较久未进店 也较长时间没有UP 那么它进店的概率将会非常大 例如6月10号进店干员新极 因为皮肤复刻而进店 但是皮肤学仅在皮肤上架商店的同期的轮换池生效 并不会出现提前或者延后生效的可能性 也就是说一旦皮肤同期的轮换池没有进的话 皮肤学也不会使得它在下一个轮换池进入 反之如果一个干员进入了轮换池 同期的活动没有出新皮肤 近期也不太可能出皮肤了 并且付费新皮肤远大于付费皮肤复刻 大于可兑换皮肤 新皮肤对于进入轮换池的影响是最大的 可以和时序并驾齐驱 皮肤复刻与兑换皮肤相对来说只是一个推动因素 影响就不如时序 例如危机合约赠送了华法林皮肤 但是华法林距离上一次UP较近 时序不满足因而没有进入8月19号的轮换池 如果说这位干员距离上一次静电时间很近 或者说还没有轮到第一次静电 那么将顺延成为陪跑干员 例如8月5号皮肤影响的泥眼 还没有轮到第一次静电就成为了陪跑干员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单从时序角度来判断的 将不再重复提及皮肤学 先来说说五星干员 五星我们仅能给出对于部分干员的预测 静电方面从时序的角度看 需要在距离上一次静电较久 并且距离上一次UP也大于100天的干员才有可能静电 例如时序上近期有静电可能干员为白面销 时序德克萨斯白金等 这些干员也仅是有可能 不能保证近期一定会进 新五星静电 调整寻访概率提升界面 使得按照时庄顺序排列 根据这个排列可以看到 队列最前面的是射杀和污列 新五星静电的顺序基本上也是依照时序先后逐步静电的 但是间隔也没有规律 比较难判断具体静电时间 目前仅知道基本上至少隔四个轮换池就有一个新五星静电 但是也出现过一次星级和格劳克斯间隔六个轮换池的情况 陪跑方面 一是距离静电有一段时间 但是较久没有up的干员可能性比较大 比如近期为可颂空金折雷蛇等 未静电的新五星如果大于一百天为up 并且不在即将静电的前列的时候 也有很大可能成为陪跑干员 例如图中的石棉奥斯塔叙语 还有即将发生第一次进轮换值的荣泉 都有较大可能成为陪跑干员 接下来是六星干员 陪跑方面 一是在距离静电有一段时间 但是较久没有up的 例如伊弗利特黑等 二是尚未进过轮换池的干员 至少每四个轮换池 就有一个尚未进入轮换池的干员 发生第一次进轮换池 例如8月19号的易克陪跑 卡尔西则将在两个月内进轮换池陪跑 再来说说进电 我们需要划分一下六星干员 首先是自Wendy开始往后落地的 所有未进过电的六星 表较中展示的是 在鹰角不加速新六星进电的情况下 新六最快进电的时间预测 山往后的干员则要继续顺延 Wendy之前的且时序上排列较前的 诸如图中几位 他们较大可能会在今年进电 最迟也会在进电满一年之前进电 而剩下的其他干员均是在今年进过电了 没有极其特殊的情况 进电概率极小 基本上都需要等到明年了 进行判断的时候 请记得综合以上时序和皮肤情况 进行综合判断 本期视频主要内容就是这些 希望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 如果道克塔门还有其他疑问 可以在评论区提出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麻烦一键三连支持我们下 我们下期再见